花蓮今天新增了十个案例 最让人担心的是 其中有三个人 都是在外县市接触过确诊者之后 在搭火车跟巴士回到花莲 而在确诊之前 还出入过其他餐厅跟医院 以及去扫墓 卫生局也紧急地要求 确诊者去过的餐厅要停业清销 希望可以断绝病毒继续可散 花蓮今天新增十个确诊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有三人是外县市确诊案例的接触者 回花蓮后PCR阳性 才经绝自己染疫 案24931以及案24872 都是市新大学确诊学生的同学 CT值分别是37.5以及34.9 其中案24931是搭乘客运 从台北返乡 4月2号中午回到花蓮 下午到西宁寺扫墓 4月3号出现症状 就医裁检阳性确诊 而案24872则是3月30号 搭乘火车回到花蓮 确诊前四处爬爬噪 4月3号因为同班同学确诊 被匡列隔离PCR筛检后确诊 案24871CT值34.2 4月2号从基隆搭乘火车 回到花蓮基安 4月3号到慈云山 那谷塔扫墓 因为之前接触过 台中喜宴相关确诊者 被匡列居家隔离 裁检时确诊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三位确诊者 在具有传染力的时期 分别搭乘客运跟火车返乡 长达四个小时的车程 都在通风不良的车厢内 只要跟其他乘客近距离接触 就会大大增加病毒散播的可能 另外四名确诊者 则是超商确诊店员 相关接触者 是其他餐厅员工 在染疫后都还有去公司上班 卫生局也紧急要求业者 停业清销 另外慈激大学也新增三名确诊 他们都曾在3月2号 与确诊教授 在实验室里有长时间接触 分别是一名本籍生 一名外籍生和一名同事 隔离了128人 那自武健康管理的 一共是38人 十个新增确诊者中 就有7人 在具有传播力时 足迹遍及餐厅 大众交通工具还有扫墓 就怕疫情已经瞧瞧散播出去 记者刘吉他当之人花联报道